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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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到位 还是要边走边看 那9月15号 因为就是要开始联署嘛 9月15号之前 要不要提出第二波的区域名单呢 宋呢是三选一嘛 那如果他不选总统 9月就要有一个备案 那提几波立委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最后一波 小统 到底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到底他怎么打算 他怎么打算 他还在考虑啊 所以讲了半天 其实我绝对没有讲 李同浩老师 我们也常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但是问了半天 我觉得答这些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亲民党的成立不太够 为什么 你要么就大大汪汪出来说 我们亲民党党部来推动联署 然后我看现在有多少人联署 比如说一个数字 虽然政府规定25 但是如果联署 100万 那我觉得说这个名气够了 是由我党部推动的 那我送 我觉得有这样的名气 我愿意出来选 你一定要 就是要正大光明的 而且要把25万 还要再提高那样的门槛 就是来冲100万联署 他应该要这样子来讲 对啊 那喊出一个口号 百万人民站出来 或怎么样啊 对不对 对你这样 就随到其成说 人民要我出来 这个也漂亮 但是你一定要由党部来出便 那现在都不是 万一到时候联署不够收 都是联署的 对不对 就要去讲那些人 那我觉得这样不好 因为过去 我们在政坛上也有人这样 险不险在那边扭扭捏捏捏 最后就漏险 就是吴敦毅啊 对不对 那时候想高雄市长 要选其实就正大光明的讲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说 哎 提政这个要请教一下了 你有没有什么内幕的讯息 告诉我们说 其实今天这个情况 我们可不可以综合起来讲 这就是说 因为9月15号 就是总统要 确定联署的日子 所以呢 9月15号 我们就会看到宋先生出来说 请你们大家联署 支持我 选总统 等我拿到了这样的资格 我再来决定 要不要选总统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 我不是代表亲民党 我纯粹就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这大人的事情 我从来也没有过问 亲民党这次有征询 我是不是又出来参选的意愿 这个我们待会来讲 所以说我不能代表亲民党来去表述宋先生 他的意象或什么 我们单纯就 我们过去长期在媒体做的这个观察 其实联署啊 他当然有很多种的形式 跟他的背后的意义 他可以由像刚刚董哥所说的 当事人出来 那也可以由基层来发动 你比如说像基层发动 他形式上不一定是联署的 我拿马英九的例子 当然一个是市长 一个是总统啊 层级不太相同啊 但是马英九也是说 两百多次不选 是下面的人 类联署的 然后来立拱 他出来选 所以 也不一定说 他要有一个所谓很好的说明 大家来联署 如果说这个联署表 透过相关的热情的支持者 那主动来说 如果说是 如果因为这个联署书 现在是亲民党这边在做一个处理了 所以亲民党来发动这个联署 算不算是宋先生自己的意愿 在当天 九月十五号那天 讲出来说 希望大家开始联署支持宋先生 参选总统 请问一下宋先生可以置身事外说 哎呦这都是他们干的事情 玉红可以这样子吗 你觉得 就是宋先生或支持宋先生的那个支持者 不止亲民党的朋友 已经进入到一个 联而不属 联而求属的状态 我这个联署不代表真的是总统联署 但是代表你们支持我的声音 甚至我在判断就是从媒体上看 九月十五号应该也不是亲民党的朋友 或者宋先生自己去领表 领表都是别人领的 那到时候要做都是别人做的 好那现在请问一下副总统是谁 这个正式的联署书上面要写 我同意联署什么什么 为总统跟副总统的选举被联署人 所以请问那你一定得宣布你的副总统的人选 所以陈正胜他这个亲民党 他也已经在媒体里面已经讲了 九月十五号就是要宣布副首的人选了 对如果你是自己领的话 宋先生自己领表是说我真的要选了 副首也可以宣布 但是那个不是说联署人自己要签 他不会去对说我下面联署人要签名 对不对 如果上面是说你宋楚瑜或某某某都要写的话 那还OK 但是如果你可以授权说联署人党部去帮你写的话 我觉得那个都还好 所以你说把这边空着 我只要在这边写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面加一条 没关系你是谁都可以 只要宋先生你愿意 你跟谁搭档我都可以 我空白 对我最近在观察这些状况 包含民调什么 我觉得套一句最近流行的 要hold住那个场面 宋先生hold住了 hold不住就幕府回来 但是如果你hold的不好 会变成就是你是喜剧演员 hold的好的话会扶摇直上 但是我认为hold毕竟是撑住啦 撑不了多久啦 单脚站着还是站多久 所以我还是非常尽快的确 要进逐一个大位 宋先生想不想 难道还要再等黄袍加身吗 我看看你们到底联署了多少 够不够我这样子的一个 我再来决定要不要 这是民主时代 还在等这一些吗 一行老师你怎么样看 没有 这所有的都没有 大家还是会 一个可以确认呢 就是说15号那天 并不是非要这个宣布 他写个名字 是为了联署 或者是有人帮他写也可以 就跟随便写个名字 他不叫出面 那是说宋楚瑜 然后比方说何启胜 对不对 就这样子 他也很有兴趣吧 所以没关系 大家就去联署吧 是不是这样子 是可以 然后最主要是 他如何把这个转转环呢 就变成一个很有力的argument 比如说为了监督 这个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的政府 然后给这个执政党一点压力 也同时给这个 现在反对他的那个 就民进党呢 也给他一点这个制衡的作用 这是他能够 这个时候 我觉得一个论述非常重要 那么事实上呢 正如我前面两次来到这里 都认为这是 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谈判筹码处理的不好 当然就砸锅了 那么不单 宋先生不可能选总统 连立委可能这个局都砸掉了 但他决定不会说 因为这个要选总统动心了 而盗害到立委的这个选举 这个他决定不会做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共识 那其实是刺刘文雄 他们昨天去中选会踢馆 照讲应该是说 我党部公开出来联署 那清明党这个党也很奇怪 十年来 党主席就是宋主义 也没看到再改写 他马上就选了伴子 还跑去金门拉票 对不对 这十年来党主席就一个人 真的是这样 那你不能说 我把清明党跟宋主义又做一个切割 因为搞到最后老百姓会觉得说 你的诚信是有问题 为什么大家要联署 工作的也未免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 为什么老百姓要联署 因为你宋主义说 我出来选总统 25万票不是问题 对啊 才有大家去联署嘛 对啊 然后现在又说 我不一定去参选或什么 对 那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全身都是前谋 可是前谋又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从现在讲这个情况 那么联署也过了 25万人 甚至更多的人 来支持宋先生参选总统 结果宋先生出来说 谢谢大家的盛情 我不参选 请问一下 支持者的感觉是什么 对这个政治人物的观感 所以理解 理解 就是说联署 到了就算一百万 那些人是支持他参与这场竞技 不见得是对他有高度喜好度 就刚才讲 如果是高度喜好度的话 那就是投票要投他的人 我觉得其身公道 投他的人跟联署的人是不一样的 联署的人就是 让他拿这张入场就 好看 有这种人嘛 不能排除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投票是秘密的嘛 所以我说这是什么的感受 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的人 是马英九先生 他应该把他当年 就是那么多人劝敬他 但他都说谢谢谢谢 那这样 最后要选 最后是大佬 大佬下跪了 大佬下跪了以后 所以如果是25万民众 我从吴伯公去劝敬 他才出来的 民众那时候劝他 他也是不接受的 这董哥应该很清楚吧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的民众 下跪不是大佬 不是大佬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有六方式 启盛今天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宋楚瑜先生的问题是 宋楚瑜先生要不要选 他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请问是他自己叫人家推动的 还是真的是一群的支持者 那样子的狂热而推动的 这一点跟马英九之间的问题 分别就出现了 以目前来看是有支持者先推动